各位早晨,我是公屋联會總管的小焦國偉 昨天介紹了一些新一期居屋的申請 或者派票的情況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一些陸自居 因為陸自居在星期一已經正式回覆簡樓的情況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陸自居這一期的申請樓的情況 另一方面,這段時間也是關於居屋的新聞比較多 例如大家關注的折扣 或者是單身者可不可以選擇大單位等問題 有些市民或網民都跟我們問我們的意見 或者是一些查詢 跟大家先分享一些意見 不如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陸自居的申請樓的情況 因為疫情之下,陸自居本身在6月29日開始第一天的申請樓 因為疫情之下,暫停了簡樓的情況 在8月31日,即今個星期一,回覆簡樓的安排 昨天9月2日回覆第二天 暫時總數有16天選擇了六自居 今期的陸自居有3,710個單位 給一些陸表人士選購單位 直到昨天為止,賣了599間 大概是16%左右 佔整個今期的陸自居的銷售比例 其實不算太多了,也比較低一些 剩下大概有3,111間單位 給大家陸表人士選購 在三個項目 因為有清衣的清庫苑 還有柴灣的碟翠苑 另外有一部分大概有14間 是之前的麗翠苑的重售單位 這三個盤進度如何呢? 先跟大家說說 在清庫苑方面,相對賣得比較多 現在大約賣了538間單位 差不多有兩成的單位 在清衣的清庫苑賣了兩成 反觀,碟翠苑比較差一點 有八百多間單位 只賣了47間單位 大概是5-6%的百分比 數量比較少 最好賣的是黎翠苑 反觀,碟翠苑的14個重售單位 在星期一 已經全部賣了 因為當中有一個單位 在7月中 可能有多賣 在星期一再重售 14間已經賣了 總括而言 今期的六置居 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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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停止之前 大概的比例是不夠兩成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每天房委會邀請來的人數 而最後買到單位人數做一個比較之下 比例上大概是少於兩成 特別是我們也想看看 在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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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人數是240個 真的有29位 最後選選單位是23人 選樓的比例大概是19.6% 在這麼多天來說,比例是最低的日子 可以預期今期六字居的選樓的速度和意欲 都可能會比較放慢 受著很多因素,大家都理解 例如在疫情之下,經濟的影響 大家可能趨向審慎做一個置業的決定 以至乎最近也有一些政策 例如關於租資的課美單位 房委會通過了,在下一期的六字居 都想爭取出售貨美單位 亦給了陸表家庭多了一個機會 去做一個置業的選擇 亦不排除影響了在陸表申請者 對於今期六字居的考慮 還有一方面,本來在青衣和台灣 在吸引力上也不算太高 大家都明白,整體來說 今次的三千多個單位 其實有七成的單位 大概都是少於320平方尺 單位的面積確實不是太大 令到陸表家庭和他們更多想 例如買單位選舉住環境 這似乎都達不到很大的目標 令到今期六字居的消售情況 還未理想 再下來看看發展趨勢 有機會進度比較緩慢 因為受住疫情之下 每天的選擇都比較有限度 譬如每天都是兩節的時段 亦是一、三、五的安排選擇 不是每天選擇 我們都會留意著 看看六字居的發展是怎樣的 亦都提外話說說 下一期的六字居 暫時未知過選擇 逢委會的策略小組 過去在年中 會出一些選擇的建議 今年 似乎到九月份 都未有這個訊息 如果有這個相關訊息 都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下一期的賣哪裏六字居 還有很多街坊和市民都問到我們 什麼時候可以賣這些 所謂的租資貨尾單位呢 其實奉委會也建議 將這個貨尾放在下一期的六字居 一起去銷售 但現在似乎是 現時的六字居都未選完 下一期的選擇又未有呢 我相信可能時間 都會再往後推後 這就是和大家分享了 六字居今期的選擇樓的情況 另一方面也說一下 剛剛今天 大家如果留意到 可以去到房委會的網站 可以去看一下 新一期居屋 一些屋苑的影片 以及可以下載的申請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申請表方面 大家可以在網上下載 順子也可以網上下載 實體表會在九月十日 開始可以在 諾副中心 房委會和諸峰中心 屋村辦事處等等 可以去拿實體表 如果大家想快一點 可以上網下載 表也可以填寫 又或者可以在九月十日 開始網上申請 也可以 大家可以先做好 準備功夫 亦有些網民或家方 都會問我們幾個問題 例如折扣方面 早前房委會也開了會 通過了臨時折扣 當時定是六三折 按方程式去計算 但又會看回 會參考多一次 在四至六月份的 非業主住戶中委數 入息中委數 再來定一個新折扣 最近統計處亦出了一些 關於綜合家庭的入息中委數 這跟剛才所說的有少少不同 那就是抽中非業主住戶 入息中委數 單獨看 但這個數目 值得參考 其實對比回 在第二季 即是四至六月 和一三月的季度 比較 入息中委數 總體家庭來說 都是跌了差不多8.9% 幅度跌得比較明顯大 我想預期這個跌幅 在非業主的中委數 都不會穿得太遠 畢竟我想大家都會受著 經濟影響下 入息會少了 這個情況 若然是這樣 我想這個折扣 很大機會會做一個調整 你說問我多少 當然我未知數字有多少 但是我希望股算 準確 例如是六至 甚至乎六至以下 這個機會都很大 因為住戶入息中委數 即是非業主的話 如果跌得比較明顯 例如9%的話 跟隨剛才所說的 綜合家庭中委數的話 這個應該都跌到 可能是六至以下 的機會都相當之大 意味著 在今期的居屋來說 都會有一個明顯的減價情況 這個折扣 有機會在今個月 就會有一個新的訊息 如果有的話 都會和大家即時分享一下 如果你說折扣有調整的話 大家也可以 叫做便宜一點 去買今期的居屋 上一次會議都說過 我們會建議 只是有減就沒有加 即使反過來 有些住戶入息 若然真的有機會是調升的話 都不會動過折扣 不會增加折扣 不會增加折扣 反觀 如果是 入息中的數會跌的話 就會增加 折扣 會增加 剛才所說的 六三折是一個暫時性的折扣 有機會 會向下調到六折 六折以下 另外也有些人問我們 今期比較特別的是 六百表比例 有首次調整 六表是40% 八表是60% 首次八表的配額是多於六表 單位數量也多 七千多個 我也是在回復14年 回復14年 回復14年 最多的供應 有一期 有些人問 我單身者也希望去申請 但是我單身者只能夠選小單位 不可以選大單位 其實情況就是這樣的 沒有規定了哪一類人 只能買什麼大小單位的情況 不過過去的經驗 當然是在比較漂亮的地點 單位大一點 基本上給一些優先類別的人士買 例如一些重建戶 還有長者的家庭 其他家庭類別的人 都可能已經選了一些相對比較大的單位 餘下的相對比較小的單位 只能夠留下後少少少的類別的人 所以為何會單身者 基本上選的單位 都是一些小小單位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它規限了它 只是選小的 不是的 不過只能夠選的機會 都是只有一些小的單位 這就是整體選樓的邏輯的情況 大家都會知道 希望居大一點的單位 更漂亮的那些 會先選 也是理解的 所以在申請的時候 沒有一個規限 哪個家庭可以選擇 哪個尺寸的單位 就沒有這個 大家也可以去留下 房委會網站 亦有些片 都可以去顯示 這四個屋苑的單位 例如單位的情況 外貌 無形的情況 我也有今次早上去看過 大家有興趣的 都可以上去房委會網站 都可以看一看 在今年來說 在居屋 或者下一期的六字居 以至乎租字單位 總體在錄表的配額上 大概預期都可能去到八千多個名額 今期的居屋有二千八百個是錄表 下一期的六字居建議賣四千七百貨 另外還有可能估計 有一個比較輕鬆的租字貨 有八千多貨 今期的居屋會有四千多個 白居 白表名額去賣居屋 另外有四千五百個 所謂白居二的名額 即是白表居屋第二市場 可以申請資格在居二 未保地價的市場上 去選購自己心儀的單位 同業主就去談這個價錢 去買一些未保地價 可能居屋或租字單位都可以 在置業方面的選擇都多了 今期下星期四開始申請 大家網民會不會有興趣申請居屋呢 不妨跟我們聊聊 因為有很多媒體都很關注 今期居屋來說 會不會有很多人申請呢 因為上一期的2019年的居屋 大概有三十一萬宗申請 當中有二十六萬至二十七萬 白表 大概四萬多是六表家庭 今期的申請情況 又會是怎樣預測呢 我初步都看 未必再突破去年紀錄 應該是歷年的新高 三十萬宗申請 但會去到多少呢 我估計可能是二十多萬宗 如果大家有沒有興趣申請 這一期的居屋呢 亦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亦可以預測一下 究竟這一期的反應是好還是不好呢 亦可以有個比較一下 對於新一期的居屋 如果有任何新的訊息 亦可以和大家即時匯報一下情況 亦可以大家留言 或者對我們有些查詢都可以 先說到這裡 大家拜拜 好